出国之前,我应该去哪里换当地的货币呢? 嗨,又来到了旅行身份证的这个时间 那今天呢,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 应该是一个课题,不是一个问题 是很多朋友都很想要知道的 到底我在出国之前,要去哪里换当地的货币会比较值得呢? 首先,我们先来说很多人都会搞混的 就是Resale跟Rebuy的这个问题 当你去到就是这个Money Changer 就是这个早稳定,早换店的时候呢 日文叫凉Tip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它的这个后方有一个不告栏 不告栏上面写着Resale跟Rebuy 他怎么去分辨这个Resale跟Rebuy呢?很简单的 你是客人,你去找他们,你要跟他买 就是比如泰铢,泰币 那他就是要卖给你吧 所以你就要看这个Resale的价钱 当你从这个泰国玩回来了 然后手头钻有好多的这个泰铢而换为就是令吉 然后呢,你去找他的时候呢 他要跟你买就是这个泰铢 所以你就要看这个Rebuy的这个部分 OK,搞懂了 Resale跟Rebuy的这个分别 OK,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 到底我要去哪里换这个当地的这个钱? 很多人都说啊,可能Song Iwan很便宜 Burkey Pintang很便宜 Mid Valley的价钱很好 那到底你要去哪里换呢? OK,老实说,对我来说 你换的不是几百万,几千万 其实那个价格的相差是不多的 OK,我现在用一个影片来告诉大家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泰铢 现在的就是这个兑换率是多少 假设你要换的是两万泰铢 OK,如果你平常在你家外头 就是这个两替,就是这个money changer 这边的价格是这个 然后你用这样多钱去买到的就是这个泰铢 可能你花了就是这个数目 可是,如果有人跟你说 Mid Valley很便宜 你要特别去Mid Valley OK,Mid Valley的价钱 可能跟你住的地方相差多少呢? OK,相差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那你换了之后 你要用这么多钱去换泰铢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相差数额很少 这个面额可能是 哎呦,我可以吃一碗面 我可以吃一顿快餐 但是你要想一下 你的这个时间花在了交通上 你特别开车去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呢,你要给parking fees 把时间浪费了在那里 那你还不如呢 就是在你家可能下班回家的时候 顺路就去那边换了再回家 我们都要讲一个便捷的时间 就是金钱呢,对于现代人来说 所以呢,很多东西我们不用特别去做 可是,如果你可以等到 比如说我礼拜六家庭日 我要去Mid Valley 那OK 你可以去那边换 那我都相当务力的 因为我能省则省嘛 那如果你以我的习惯的话 我通常呢,就是 混的这个场所是Mid Valley 所以呢,我通常会去Mid Valley换 因为Mid Valley的价格 确实是还不错的 而且选择比较多 OK 那如果你在国外的话呢 更加应该知道时间的重要性 有的朋友会就是把钱去到 比如说我现在去曼谷旅游好了 有的朋友会觉得说 我现在要把这个钱带到去曼谷才换 可能我换不够 那我应该要去那里换钱呢 我常常在Facebook的一些论坛当中 一些群组当中看到 哦,今天哪里哪里 比如说A点的那个价格很好 那B点的价格又很不错 但是你可能住在D点 你要去A点 你要特别搭捷运过去 然后 然后把时间浪费在那个捷运上 然后又把钱花了在这个捷运车票上 所以呢 你去到的时候可能你相差也是五几的 就像我刚刚从影片当中告诉你 相差五几的 那去到当又人生地不熟 你又要找这个Money Changer 时间都花光了 搞不好你到最后呢 你还找不到你要的那一件Money Changer 再来你出国旅行 时间多么的紧迫 尤其你去曼谷 很多人去曼谷的一个最大的目的 除了吃 就是Shopping 到最后搞不好 你的时间已经花在找寻 Money Changer 的地方 所以你就没有时间去Shopping了 那因此呢 大家可以翻回我上一集 我跟你说了嘛 你如果需要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考量在找饭店的时候呢 附近就有不错的Money Changer 还有另外 这个呢是 我自己的个人经验 在这里真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去很多地方旅游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些散散的纸币 或者是硬币 硬币呢一般Money Changer 是不收的 尤其你拿回来拿一下 Money Changer 不收 那纸币面额太小的话 也是不收的 那你就会可能 顿到我们讲 顿到很多 10欧啊 5欧啊 5块OZ啊 或者是100块台币啊 等等这些 那你想说 好啦 如果我将这个凑齐 然后回来马来西亚 我下次要去 我又拿曼谷做律子 我要去曼谷 那我把这些外币 换成泰铢再去泰国玩 好吗 呃 不好 因为一来Money Changer 不收 二来就算你有大面额的 比如说你有剩100欧 或者是1000台币 你要先换成马币 再换成泰铢 当中你就亏了那个差价了 所以呢 在这时候我就建议你呢 可以一并将这些散散的钱 除了硬币之外 散散的钱 你都带到去曼谷 去曼谷的银行 听好啊 曼谷的银行 曼谷的银行呢 一般呢 外头会有一个Money Changer 然后它里头有一个兑换外币的这个Counter 所以呢 你不要去这个Money Changer的部分 你直接踏入银行 准备好你的步骤 OK 这样这些散散的钱 就是可能 100台币 然后1000韩元 等等的这些比较散的 当然那个面额是要干净的 你的纸币是要干净的 然后没有破损的 然后你可以交给它 完完全全全部交给它 Counter的这个服务员呢 非常好 银行的服务员非常好 它很用心的帮你算 算完之后呢 告诉你你总额可以换到多少害处 那当然很多地方换钱的方法有收手续费 那也有一些地方可能诈骗比较多 就是它会故意别少一两张 你都要在那个Money Changer前面 记好了这个小提醒 在Money Changer前面 算好你的钱才离开 要不然的话呢 他们就会不认账 尤其有些欧洲有些小地方 它的这个Money Changer呢 有隐藏式的一些手续费 所以呢你在换的时候呢 你都要稍微的小心一点 比如说 好这个不是我乱讲的 你可以去这个Google一下 比如说在布拉格 有很多Money Changer呢 他可能会忘记 给少你一两张纸币 又或者是说它有隐藏式的 就是手续费的这个 这个要征收手续费 所以呢很多朋友呢 都会去到 都要找很多的这个Money Changer 那我的个人就比较怕麻烦 那当初去布拉格的时候呢 我就先在 就是瑞士的Money Changer 先换了些钱 才过去布拉格啦 好 希望今天这个Money Changer的话题呢 可以帮到你 也可以解决掉你的烦恼啦 现在呢要结束了 所以再次提醒你 记得like跟share我的影片 还有就是追踪我的YouTube 以及我的Facebook啦 谢谢大家 我们很快再见